低薪的情况呢 台北市劳动局局长说 低薪就是国耻 当然或许大家的看法未必一致啊 但不管如何 低薪确实是一个景况 主际总处就公布一个最新的资料显示 有七成的人月薪不到四万元 其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 更到达将近九成月薪不到四万元 换句话说 好多人都是穷忙足 但面对这样的情况就要选对行业了 人力银行就说啊 像是营建不动产的薪水比较高 资讯科技业也相当不错 所以大家在谋职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专长可以多参考 年后侦才讯息一波接着一波 拨打开人力银行网站仔细看 大部分却都是起薪不到三四万的工作 到底有多辛酸 数字会说话 主际总处公布的全国受雇就业者薪水 月薪不到三万的有41.6% 不到四万的超过七成 而如果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来看 又更惨了 高达六成薪水不到三万 而不到四万的逼近九成 沦为穷忙族 20到24岁平均只能领到24k 同一时间曾经拿来相提并论的新加坡 早就以两倍之差 把我们甩的大老远 我之前是有四万多 那最近去面试的可能都两万多 三万多这样子而已 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法务助理 我大概看到普遍薪水还有两万六两万七 但是等过了两三年到现在 不但没有跟着GDP成长 还反而被倒扣 低薪环境让台北市劳动局长 陈叶欣都直言 低薪就是国耻 在这样之前 国发会主委管周明也说 已经没有亚洲四小龙 台湾劳工过得很惨 恐怕已经不是错觉